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這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本來在這星期三的時候 要公佈新一份施政報告 但今天突然走出來說 以疫情嚴重 以及需要爭取中央支持香港的措施作為理由 就說要押後 爭取在11月底之前才公佈 實際上公佈這些施政報告 市民都已經沒什麼所謂 沒有眼屎乾淨 因為措施都不方是怎樣遺及到民生 不過林鄭這些舉措就是非常之欲酸 在宣讀之前三天才告訴別人 剛好新華社今天發了一篇稿 說總書記會在星期三的時候 去到深圳發表說話 真是時候有湊巧 又會這麼巧的 到底星期三那天 林鄭會在香港還是深圳呢 如果是在深圳出席活動 是不是會令人有一種感覺 就是為了遷就總書記的行程 所以就把這個施政報告押後 避免撞一搶風頭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然後他又拖一下前人落水 來幫自己辯護 他說推遲這個施政報告不是新鮮事 董建華和梁振英都試過 但是這兩名前任行政長官 就不是發表之前兩天才臨急臨亡 走出來告訴別人要押後 人家一早預告了 所以林鄭這個情況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然後他又說到 說中國在嚴控疫情之後 經濟就出現了V型反彈 不知道林鄭哪一隻眼睛都看到 人家有V型反彈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沒多久之前 上個星期才說到 當前保就業 仍然面臨著很大的壓力 如果V型反彈就沒有壓力了 是不是 已經欣欣向榮了 唉 所以林鄭你也說了這些 麻煩你看一下消息才說 他說香港經濟要復甦 就避不開要中央支持 所以他早前就梳理了一系列的措施 要求中央考慮支持他 周末的時候就收到中央通知 希望他今個月下旬 去到北京參加部委協調會議 研究過後才可以得到中央的最終指示 所以就決定押後宣讀施政報告 這些藉口就多餘 為什麼呢 其實他跟03年一樣 又在編造歷史 03年沙士之後 香港的經濟如何蕭條 大家都有印象 當時老董說要搞自由行 最後一搞就搞到香港後來是怎樣 就是中港矛盾越來越強烈 葉劉淑儀自己有份出來說 說過量的大陸遊客是導致中港矛盾的其中一個因素 這是事實 一出到街上 整街都是水貨店 藥房 金舖 然後又有行李箱 霸佔了火車 這些事實上是很擾民的 又搶貴了 連雙鋪的租金也搶貴了 結果就搞到那些旺區的雙鋪 全部都是一樣的 趕著那些做街坊生意的小店 這一筆都不好看了 最嚴重的是什麼呢 你搞了這個自由行出來的時候 就搞到好像香港欠落了中國一個人情 使得有部分不知就裂的中國人 就說香港沒有了中國是不行的了 一早就玩完了 實際上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然後又再推回頭 又說到98年那次的金融風暴 都是中央出手救你香港才行的 實際上那次跟中央完全無關 由任志剛和曾任權率領擊退索羅斯大鱷 就是你03年這個自由行的後遺症 是後患無窮 你搞了這筆東西出來之後 好了 現在你林鄭又再搞這些什麼 找中央支持你 又找中央支持你什麼 你香港的財政儲備 加上外匯儲備 是有四點幾兆 現在還有四萬多億的 你不要說沒有 那你這麼多錢在這裡做什麼呢 請問是 你要用的 你要用在民生那裡的 之前沒有事沒有幹 那當然啦 量入為出 但是現在特殊情況 你要特事特辦 是不是呢 錢經常放在那裡勾 還是準備拿去哪裡 你沒理由現在又找中央支持 中央支持什麼 大陸也不是搞得很棒的情況下 你又在這裡創造歷史 你是不是又想玩03年的翻版呢 又是說 這次這個武肺疫情過後 全靠中央支持香港 才是使得經濟復甦 站起來 你是不是想撞造這個歷史 是不是要製造這個既定事實出來呢 你想搞哪一科呢 玩夠沒有 你香港這麼多錢 你都搞不定 我想全世界沒有一個政府搞得定的了 哪一個政府不是這個財政赤字呢 今年是 什麼要找中央支持 你搞什麼啊 林鄭 香港根本上就有足夠的財政儲備和經濟實力 來做到自力救濟和自強不適 偏偏要找大陸去打救你 搞得香港又好像欠多大陸一個人情 這些簡直是做到不知所謂 好了 接著林鄭再三強調 說香港經濟要復甦就離不開中央支持 更加應該好好地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 都會為本地的企業專業尋找到經濟增長的機會 實際林鄭不懂管治 不如你不要做吧 既然說到是一國兩制的時候 說一國你就說得多了 同時你也說 你不要說民主自由那些東西 你都要發揮兩制的優勢 兩制優勢是很多方面的 不只是民主自由那些 你不發展也算了 兩制來說 還包括了什麼 你香港可以以中國香港這個名義 參加國際會議 或者並非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等等 你這件事已經是比起 那些其他 深圳 廣州 佛山 珠海 中山 那些城市 紹慶那些 是來得不一樣的 你是有一個特殊的地位 而且你可以去到外國 哪一個城市都好 設立一個官方的經貿機構 大陸可以嗎 那些城市 現在是自貶身價 你要發揮兩制的優勢 既然還有一個所謂的法治制度 專門保障私有產權 那你就做好一點這件事 你還有一個資金自由流通的優勢 你就繼續發揮 你兩制下面還有很多的優勢 你經常跟著大陸走 經常說要融合 融什麼合 是不是 你還有一個區別在 而這個區別正正就是 香港仍然有價值的地方 不然你一早就變成深圳廣州 你應該發揮所長才是 就算美國現在說 當了香港是一個 中國的普通沿海城市 那些優待政策就是取消了 那問題就是正如陶傑所說 如果你是爭氣一點的時候 你一樣是可以爭取其他國家的投資 是不是 全世界這麼大 難道你怎麼做行政長官 請問你鬥41萬一個月 唉真的 好 最後有記者問到他 關於十二港人事件 林鄭也只是一面不蝕 每個星期記者都在問這些問題 就說不想再評論 實際人家的記者都不是追求你口中 要答出一個有意義的答案 人家只不過是藉著記者會這個機會 再次來去 緩醒市民 對於這件事的關注 我估計是這樣 如果別人專門問你 每個星期 你以為你會答一些不一樣的答案出來嗎 你什麼樣是人肉錄音機 是不是 而且看見他那副嘴臉 真是不知所謂 喂 金正恩 這個都說是 全球獨裁者的表表者 他都懂得 向人民流淚致歉 是不是 就算你說他流也好 說他演戲也好 林鄭也試過哭 去年是不是 但是你那個流淚 就不是為了向香港人道歉而流 你那個流淚就說是自己沒有賣港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有沒有印象 電視播過的 人家說他賣港 他沒有賣港 他跟著在哭 說到他不是向市民致歉的 金正恩也不如 這些人 你說是不是 好了 最後就說一下 《信報》有一篇報道 今天出來了 我覺得值得跟大家說 裏面說到 說本港投資銀行有六成的高級職位 已經由大陸人擔任了 港人的比重降到三成 有一些業內的資深人士說到 部分原因是去年的社會事件之後 中資的投行不願意再僱用和晉升香港人 大家記不記得我之前在節目當中 都說過很多次 根本上現在就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港票群體 而這群人就是佔據香港的高檔次職位 我講過了 但是社會上沒有人留意這些事情 當沒事發生 這些位置慢慢被人趕著 香港人都很聰明 去關注教育制度的問題 不要出現洗腦教育等等 對 這個部分要關注 但是後續的部分也要關注 就業職位的問題 一個人生個子女出來面乾睡濕 工書教學 到最後為了什麼呢 就是為了讀大學拿一張沙紙出來 就是就業而已 難道是為興趣嗎 不要玩啦 現實一點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 原來讀完出來之後 我不管你用不用 根本上你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做到一些高檔次職業 那社會慢慢就下流化了 不是下流賤格的下流 而是慢慢向下流動 根本上就是這樣 現在的情況 不只是投資銀行 很多行業都是 只不過今天信報這篇文章專講投行而已 根本上香港人在香港還沒有運行 其實大家自己都可以心中有數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